哈囉大家好 我剛剛洗完臉色 我先來上個保養品 我要先來用IFSA的流金水 我今天要來拍主題的就是 植村秀的氣墊還有NERS這兩款 一臉上一邊 然後來PK一下這兩款氣墊 因為這兩款氣墊就是我最近用到覺得 很不錯的氣墊 然後我就有點 覺得兩邊好像有一點點 妝感跟上起來的 在臉上的感覺有一點不太一樣 可是兩款我都覺得很好用 所以就想來做個PK 看看哪個 比如說持妝度更好啊之類的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要 實測這兩款氣墊 這個流金水我是早晚都會這樣擦拭 洗完臉之後 用完之後我還會再用這個 變成這樣 尼靜斯的B5的霜 要用完了啦 我很喜歡它這種包裝 你就可以徹底的把產品用到精光 衛生上面的話也比較不會有疑慮 然後等它吸收一下 再來上底妝 今天的主角就是這兩位 都是黑底白字的包裝 我覺得這包裝都蠻不錯的 就是簡約好看的那種類型 然後打開來裡面呢 NERS是長這樣 比較常見的氣墊裡面是這樣 氣孔式的 子孫鏈這邊是按壓的 這粉撲也長得很像 也都是黑色的 子孫鏈裡面的氣墊是這樣子的 它的氣墊應該是在底下 然後你要按壓之後呢 它才會被吸上來表面這裡 跟剛才NERS有點不太一樣 這兩邊的粉撲呢 大小來看的話 NERS這個粉撲稍微比較大一點 然後子孫鏈這裡有點小 軟硬度啊 我覺得是子孫鏈這邊比較舒服 它的粉撲的彈性跟軟度比較夠 NERS這一塊是有一點硬的 而且它比較薄一點 這一邊是NERS 然後這邊是子孫鏈 可以看到子孫鏈稍微偏黃一點點 那接下來我會直接用它們裡面的 各自的粉撲來上半邊的臉 然後NERS呢 我就會上這一邊的臉 子孫鏈就另外一邊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上吧 NERS的粉撲因為比較硬 所以在鼻翼這邊的處理 會比較沒有辦法那麼仔細 連眼周暗沉也來遮遮看 哇這一款的遮瑕度真的很不錯 它這樣一層 大概就可以把我的 大部分的瑕疵都有遮到七八層左右 只是現在這邊有一些血管 跟痘痘還沒有遮住 鼻翼泛紅的話 大概也有個遮了七層 多八層左右 還是可以看得到有一些泛紅啦 但是我覺得等一下可以再疊第二層 我現在用一個小刷具來輔助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粉體 是可以好好的遮毛孔的 只是那個粉撲的關係 用那個小刷子把毛孔修飾好之後 再用粉撲輕拍 有沒有 這樣毛孔的修飾力就還不錯吧 現在局部這個鼻翼泛紅跟這一邊 有一些血管跟痘痘的地方 我再拍第二層 對啦我覺得它的遮瑕度真的還不錯 你看這邊的血管 上了第二層之後呢 大概只剩下一點點 很些微 遮蓋力算是很不錯 然後這個顏色我覺得跟我的風色很吻合 再來這邊的眼我就要用 是穿袖的 不過也有可能是聞到我的 畢竟我身高比較高 所以我的手可能也是偏大一點點 這個粉撲對我來講稍微有一點小 眼周也試試看用這個直接遮住 這個遮瑕度也是很好 但是不知道怎麼比 近看的話就會發現 直瞬秀這邊有一點卡白芝麻 在我鼻翼這邊的毛孔 我還是想要用小刷子拯救它一下 看能不能救起來 會有一點小小的卡粉 但是NERS這邊是完全沒有卡白芝麻 要嘛就是毛孔沒有被填補到 要不然就是毛孔被填補到 結果變白芝麻 這是挺麻煩的 現在修飾完之後 還是有一點點些微的 但是我覺得 應該可能等一下出油會好一點吧 但是我們可以再觀察一下 不過可以看到 子春夏這邊的妝感很漂亮欸 跟這邊NERS完全不一樣 這邊是偏霧面的 不過它雖然是霧面啊 我不會覺得很乾欸 就是嘴角這邊 整個皮膚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而且這邊會感覺比較輕盈 是比較清爽的感覺 摸起來還是會有點黏 那這邊也不是說多厚重啦 那只是說 感覺上有一咪咪的差異 然後我覺得妝感上的話 應該可以很清楚看到這邊的臉 光澤度真的比較強的 那也是這邊 然後這邊有沒有很明顯 比較霧面 因為光澤差滿多的 然後顏色上來講呢 子春秀這邊對我來講 會稍微黃一 疊疊 然後遮瑕度的話呢 因為剛剛這邊子春秀 我只有上一層 子春秀上一層的遮瑕度 我覺得好像是更好一點的欸 像這邊的遮瑕度 我覺得已經好像還不錯了 但我再疊第二層看看 下面有個超大的痘痘 遮的還不錯 雖然不是完全遮住啦 但因為它畢竟不是遮瑕膏 泛紅這邊只上一層的遮瑕度 跟這邊上兩層的遮瑕度 是差不多的欸 再上第二層之後 這個泛紅是完全消失 不過我覺得 顏色上面可能也是有影響 因為這邊是稍微再偏黃一點 比較偏黃的粉底底妝來講的話 確實對修飾泛紅什麼的 效果會更好一些 看的是兩邊還沒有定妝的樣子 兩邊的差異 眼折線卡粉的部分 Nurse這邊沙爾會比較卡粉 然後 植村秀這邊卡粉比較輕微 就可以感受到 粉體上兩個是有點差別 這邊的粉體是比較清爽的 然後這邊的粉體是在潤一些 所以現在剛上的感覺是會覺得 我如果今天是秋冬 比較乾冷的天氣感覺 Nurse這邊會比較適合 然後植村秀這邊就很適合那種 偏油性膚質 或是喜歡底妝 清爽霧面型的人 可能會比較喜歡植村秀這一邊 就我目前剛上臉的感覺是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就是剩下 黑眼圈的部分再另外遮瑕 然後再來訂個妝 然後我的遮瑕就是要用植村秀的 用比較深的 腳超麻 會讓我想拍這一部影片 其實就是因為我用了植村秀氣墊 然後就覺得氣墊比分第一好用 然後我在想說 我上禮拜也用Nurse 也覺得Nurse很好用欸 這兩個產品 就是這麼相近的時間都上市 想說那來PK一下 順便我自己也想看一下 哪一款在我臉上的表現是更好的 因為這兩個都是我今天第二次使用 我個別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都是覺得很滿意的 所以今天戰況應該會非常激烈 然後我用這個Suku的秘筊 定妝 我現在定完妝 來記錄一下時間大概是2點20 快2點半左右 定完妝以後 其實兩邊看起來差異沒有到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還是可以感覺到 這邊的臉稍微黃一點 我不確定影片拍不拍得出來 但是看人的話 認真看的話 會覺得這邊的膚色好像稍微黃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沒有很認真看 其實看不太出來差異 這兩個顏色都蠻適合偏黃的肌膚使用的 那我就一樣 其他臉上的妝容我就快速的帶過 現在店都在帶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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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全臉的妝都化完了 因為主要都會在家工作 所以我就把頭髮綁起來了 就沒有再把頭髮整理到太整齊 就是這樣子 現在大概是三點半 距離我上好底妝定好妝過了一個小時 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這一邊的臉NERS這一邊 有一點光澤感跑出來了 尤其是這一袋鼻翼這邊 有一種油快要快要快要跑出來的感覺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混合偏油的膚質 所以我的鼻翼這一袋都很會出油 子孫右這一邊的臉就還是比較霧面的狀況 臉頰部分都還算是在乾爽的情況下面 這邊比較在乾爽一點 一點點 好 那就晚一點再來跟大家更新底妝的狀況 那就晚一點再見 掰 現在是晚上的六點多 距離我上好底妝到現在大概是快四個小時 我沒有做什麼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鼻翼附近兩邊都出油了 嗯 植村秀這邊出油之後 那個原本有一點點卡白芝麻的部分就好很多 我自己從鏡子裡面看起來啦 雖然兩邊都有出油 但是植村秀這邊的出油量比較少一點 妝感上來講的話 NURSE這邊的修飾毛孔的效果好像比較好 就是不管是剛才剛上妝或是現在出油之後 很明顯在NURSE是鼻翼這邊 這一帶也開始在出油了 但是植村秀等於只有鼻翼的周圍 這邊還沒有什麼出油 每次沒有放在一起比的話 其實我覺得差異沒有到非常非常大 我如果分開兩天用的話 我可能會沒辦法感受這麼明顯 今天應該就是不會出門 我沒有空出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弄 今天明明就是星期天 但是我有好多事情要弄 我現在很煩躁 雖然我不是個上班族 我沒有什麼就是周一上班 應該是沒有 應該沒有周一上班症候群 這種這種狀況才對 可是我還是覺得 每次禮拜天的晚上 我都會特別特別的煩躁 不小心抱怨起來了 Sorry 我們晚點再見 掰掰 這兩個時間是10點 4 4 10 10分左右 我還是在我的電腦前面 你看我連額頭都這麼油 這麼油 那基本上我今天就是一直在電腦前面做事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是出去 在太陽底下的話油量肯定會比這個還多 這兩款我真的只能感受到說油量有差一點點 其他的部分我覺得 這個是這邊已經頭光 到我想要把它按壓掉 這邊已經是一攤 那直接到晚上 臉頰的紋理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兩邊都差不多 目前兩邊也都還沒有什麼卡粉結塊的狀況 那我就直接來吸個油看看 因為這邊的油 太多我啥事都沒做就坐在這邊 坐在這邊坐在兩前面油就可以出那麼多 那是這邊 有掉一些粉 我會偷我就不管了 一起吸 也有掉一些粉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你看這個壓下來的粉 兩邊都掉了蠻多的 紫綜色的遮瑕度維持得好像比較好一點 鼻翼這邊 蠻意外的 因為我剛剛想說面臉上面有就是那個粉掉了不少 我以為妝會掉更多 結果兩邊都這種程度我覺得都還好捏 都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天啊我真的不是要這樣 大家要選誰 好我們等下10個小時是來做最後的總結好了 晚一點再見 嗨大家好 世界已經來到了半夜的12.40分 至於我上好的底妝到現在已經過了10個小時 超過10個小時了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底妝的樣子 這一邊是直唇袖 然後這一邊是Nurse 我剛剛前面10點多的時候 有先吸一次油了 就我今天就沒有出門嘛 然後也沒有什麼殘忍的去考驗他們 就是一個平常如果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室內來講的話 這兩款氣墊的持妝度都還不錯 我剛剛10點多檢查那一次沒有看出來 但是我現在看出來了 這邊Nurse的遮瑕度掉的比較明顯 尤其是鼻子兩邊 有一半還蠻明顯的 這邊感覺遮瑕度是整個一起集體下降了50%之類的 就是這邊 我底下膚色有點透出來了 然後直唇袖這邊的話 鼻翼這邊有一些乾紋有點小小的卡粉了 兩邊的問題有點不太一樣 6個小時到8個小時 那時候也還看不出來兩邊差異 現在比較明顯可以看得出來了 直唇袖這邊到10個小時之後會稍微有一點點乾紋 這邊也有一點點的乾紋跑出來 然後這邊嘛 我剛剛講這邊 鼻翼這邊有稍微脫妝一些 看到膚色跑出來 但是以脫妝來講 就是以遮瑕度掉下來的程度來講 NERS這邊遮瑕度掉比較多 但是NERS這邊保濕度應該是真的比較好 因為這邊的乾紋比較少 到10個小時也沒有什麼乾紋 沒有什麼卡粉結塊的狀況 不過兩邊到晚上的時候 臉上有些顆粒感就真的比較明顯 剛上完妝的時候好像比較沒那麼明顯 這兩款用下來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的皮膚是稍微比較乾一點的人 當然NERS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直唇袖這邊的話 如果你是皮膚比較乾的人 可能你的妝前保養就要做得比較足 或者是你的妝前乳要選比較保濕的款式 因為我今天就只有做基礎保養 我也沒有再加任何的控油或是保濕的妝前乳 跟鏡子有段距離的話 我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油光的話還是NERS這邊比較多耶 然後 直唇袖這邊真的是比較霧面的 但這兩款剛完妝的時候其實差異真的沒有那麼大 就是有點看不太出來 你是比較偏油性的 然後你比較需要遮瑕度持久度更好一點的話 我覺得直唇袖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這兩款我覺得都算幾個啦 今天的PK大概就到這邊 我覺得這兩款像我是混合偏油的話 我覺得兩款都可以用 到10個小時這樣的一些小小的問題 我覺得都還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因為他們就是氣墊 他們是氣墊 持久度我覺得會比粉底液稍微差一點點 是可以接受的 這兩款我自己是覺得 就看心情很有用吧 天氣冷一點就用NERS 天氣沒那麼冷比較又回溫又熱一點 那我就用直唇袖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這邊結束 我要去卸妝了 大家掰掰 還有點心有趣的影片 然後看到智能的姐姐 琴球的影片 我們就用陪伙一下 我們先後來試試補一下 你再擺爛 你再 Jesse 我可以接受一下 一等一會兒 我可以接受一下 也就不配 我是吧 好 感谢观看